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Unet Gentile賽馬的時間 很快回顧一下上次禮拜三全例夜賽的成績 兩隻高出賽的馬都是同一場的 分別跑第二第三還有一種旋風腿 我覺得表現OK 但那天只介紹了一隻馬膽 人者全心表現都比較失望 跑不回上場的水準 當日全夜來都是爆得挺厲害 所以禮地其實不是那麼容易抓的 尤其是跑夜的馬 尤其是當日的場地 荒頭又得外踏又得水 都是非常難猜 上次不說那麼多了 這次應該會拍兩至三條片 剛才拿了兩至三場的馬膽 我看看到時的時間情況 第一個場次想介紹的是第七場 那第七場這場呢 首先我要說現在兩隻比較熱門的達龍驅和翠龍 上場都是同一場賽事的 翠龍贏第二那隻叫白獸王 第三達龍驅 但這場賽事呢 大家都知道我計數了 我就覺得這場賽事的水準比較差一點點 所以翠龍贏完加分 分數了一點點 達龍驅雖然是上次初出 今次第二次可能會突然再變身 但是暫時因為他都這麼熱門 我寧願捨棄 達龍驅 拼一拼分頭好過 這場說真的 我最喜歡協白神驅 一定是這隻馬做膽的 上場 沒段時間甚好做得 沒段時間甚好做得 撲上來過了一隻成尼仔 姿態是很精彩的 這次原班人馬巴道 2000米排檔理想二檔 希望他轉彎入籍 積極點找位 有空間給他發揮 我想做膽呢 其實挺穩慎 會介紹三隻配腳 你都知道我不要翠龍 不要達龍驅 勁哥兒我已經上次中了 今次贏了兩場 我覺得都差不多夠 可能谷草好一點 上場其實是跑到一絕 田泰安 今次回到田草 可能性能未必有谷草那麼好 我怕他加了兩場分 駁過兩場 我怕我體力會差一點點 所以勁哥兒這隻又是熱門 我都是不擋腳 雖然上次中了 那我擋過三隻腳 會是有些級數的達羅素 上場走勢開始有些複數 那時勝二其實一檔 王俊前那一場 谷草2000元都贏了 人馬俠客 今次又排了一檔 那麼希望 就博他這些有形勢 在這裡捱入不直的時勝二 還有第三隻選擇是蕭耀自在 剛才他還沒跑過田草 他跑谷草也好 泥地也跑好 田草還沒跑過 但上場千八谷草那場 其實跑來走位是有些問題的 但是這樣亂跑也有第三 其實反應這隻馬的能力是挺高的 所以現在回來田草 有個賠率在這裡 我也會拖過去 所以這場的介紹會是協白神區做膽 拖三隻腳位 半冷 冷一點的腳 大羅素是盛量的 希望你喜歡這段影片 如果可以的話 來到我youtube頻道 netchain 按訂閱或訂閱 還有按鈴鐺 還有按鈴鐺 如果有新片 就可以到notification 或通知在第一時間之道 多謝你們支持 下集再見 拜拜